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惊悚悬疑小说《风水鬼师》 作者 冷残河 演播 丸子 第十一集 黑无常跳起来大叫啊 老子先打你个魂飞魄散再做计较 敢跟你家黑爷爷谈条件的鬼还没剩下来呢 白无常笑嘻嘻地说 嘿嘿嘿 有趣有趣 你倒是说来听听 如果我们没兴趣 你就要完蛋了 你知道吗 黑色集团说道 你们让我带走这个小伙 黑无常打怒 好大的胆子 不可能 白无常谢彼安说 这位小鬼兄弟 不是我兄弟鬼差不给你面子 实在是阎王爷已经化了生死簿 我们胆敢私放小鬼 阎王爷也不答应啊 黑色集团说 四处乱跳的黑无常突然停了下来 直直地瞪着黑色集团 白无常谢彼安笑嘻嘻嘻地说 嘿嘿嘿嘿 好大的口气 连你黑白爷都找不到的人 你敢说这种大话 也不怕风大闪了舍头 闪掉了 可不好找啊 黑色集团从树丛中飘落下来 站在黑白无常面前 他周身的黑气很快 散了个干干净净 我定睛一看呢 我去 他娘的这货居然是农包鬼 也就是死后的李扮仙啊 农包鬼浑身流着恶心巴拉的浓水 农窗口子巴掌大一个 一个叠一个的堆在一起 简直让人不敢直视啊 他怀抱一颗同样恶心的人头 把人头往脖子上一放 就有了人的样子 白无常谢彼安说 哟 还是个恶煞鬼 怪不得胆子这么大 黑无常说 我一样要收了他 管他煞不煞 农包鬼说 小鬼 我已经在这天地间 飘了一个夹子 地府的阴差随作 还没人能收到 二位道行虽高 也不见得能将我打到魂飞魄散 这种大话就不要说了 农包鬼语气里不卑不亢 在黑白无常面前呢 全无半点恐惧 也不禁让我对他刮目相看 这老小子果然有两把刷子 黑无常冷横一声 哼 好大的胆子 先吃我一棒 他话一出口 人就跟闪电似的 扑向农包鬼 也没见农包鬼有什么动作 他居然很巧妙地躲过了 黑无常的一记哭丧棒 接着黑无常又快速地 抽出了几记棒子 都被农包鬼巧妙地躲了过去 白无常谢彼安在边上看热闹 咱道 嘿嘿嘿 好厉害的煞鬼 这世道不太平 鬼道也不太平啊 让我等鬼差 没法活了都 农包鬼飘到二位鬼差身边 突然亮出一块有黑的牌子 在鬼差面前一闪 随即就收了回去 农包鬼说 如果还不信我的本事 咱们可以比划比 二位如果不做这个交易 小鬼我就只有硬抢了 两位鬼差都愣了 白无常谢彼安摇晃着脑袋说道 老黑 你有没有看清楚 黑无常放无就点点头 闷声道 一进而出 就是那东西 谢彼安道 果然不简单 除了这恶心鬼 还真没人能抓住那东西 咱们为何不信他一次 也落得可逍遥自在 黑无常放无就 嗡声嗡气的说 信他一次 就信一次 白无常谢彼安突然将我塞进农包鬼怀里 满嘴吟笑道 好 我就把他送给你 记住 七七四十九日后 抓不到那个人 就是你魂飞魄散之时 鬼差 鬼差嘴里没有假话 谨记 说这句话 两个鬼差便顿入密林之中 就此消失不见了 我很好奇这农包鬼 给黑白无常看的有黑牌子到底是个啥玩意儿 居然能让这两大恶名昭著的鬼差 二话不说 扭头就走 农包鬼飘到我面前 对我说 我终于等到你了 我终于等到了命运的安排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弄包鬼仰天大笑 笑得我是莫名其妙 难道鬼也会发疯得神经病了 也不知道这阴间有没有精神病院 这弄包鬼这么变态 老子今天落到他手里 怕是要受一方侮辱了 唉 他老婆跟人通奸 自己死后先是被挖坟鞭尸 接着又被押入风水牢房 坐了六十多年的牢 谁都受不了这份屈辱怨分 中毒变态 那是绝对的 我心里很怕 很无辜的望着脑包脸 满脸血疮 几次强忍着呕吐感 把药吐出来的东西重新吃了回去 这王八蛋要是看到我当他面吐了 肯定会生通活泼了我 弄包鬼将我一脸嫌弃的表情 挠了挠满是弄包的头皮 想起来似的说 我倒是糊涂了 怎么能以这副相貌来见人呢 来 给你看真正的李半仙是什么样 说吧 弄包鬼就地打了个旋 整个人顿时跟变戏份似的 变成了一个相貌堂堂的中年人 还穿了一身干净整洁的灰尘大褂 一头整齐的短发 显得特别精神 几乎跟我印象中的弄包鬼 是两个极端 说也奇怪 弄包鬼变了样子后 我对他的恐惧感立刻大减 甚至还有一种亲近感 李半仙说 你叫杨小天 是不是啊 我木讷地点点头 李半仙一脸的慈祥 他摸了摸我的头 吓得我忍不住往回缩呀 李半仙叹道 你爷爷难道没告诉你 许多年前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吗 你说我爷爷 我立刻变得满腔怒火 也没那么怕李半仙 冲他吼道 你 你还知道我爷爷跟你是好朋友 既然是好朋友 你为什么要锁他的命 为什么要害死他 李半仙一愣啊 摆了摆手说道 小天 别误会了 你爷爷的死 是手中正寝 是阎王爷 在生死簿上 勾了他的名字 与我无关 我根本不相信 这李半仙的屁话 如果不是李半仙 我爷爷不早不晚 偏偏就在李二旦的老屋里死去 说到李二旦的老屋啊 我一度地活泄 老子才十六岁 就被李半仙 这王八蛋给弄死了 我对他还有什么误会不误会的 李半仙说 还有你的死 也跟我无关 都是阎王爷 勾过生死簿的 并非横死 你跟杨先生 要在老屋里被砸死 在你出生的时候 便决定了 并非我从中做了什么手段 阴司有规定 横死之人 入不得轮回 也不会遭黑白无常来勾魂 他们的魂魄 只会在阴间飘荡 随着时间推移 逐步消失在天地之中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风水鬼师》 作者 冷残河 波音 丸子 我看李半仙说的有条有理 特别真诚 好像不像是在撒谎 我又想 我这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鬼 又没什么特殊价值 李半仙这种有身份刀 黑白无常都怕的鬼 犯不上冰故事 推卸责任骗我吗 李半仙亲热的拉着我的手 在树干上坐下 我心里一阵哆嗦 暗想这丝突然转性 没那么凶了 难不成 他是个同性恋 哎我去 看上我这只厨了 我越想越恶心 心里直骂李半仙 重口味没节操 李半仙冷不丁的问我 你想不想继续活下去 我吓一跳 以为他说疯话 李半仙看着我的眼睛 很认真的说 你愿不愿意活下去 我有办法帮你 真的 我对李半仙始终难有信任 觉得他必定话里有话 能让我死而复生 我当然高兴了 不过黑白无常已经明确告诉我 阎王勾勒我的生死部 已经是死定了 这李半仙 自己还是个上不八天 下不着地 悬在阴阳之间的煞鬼 他要是有死而复生的办法 自己早活过去了 还能在天地之间 漂泊长达半个多世纪 对李半仙的话 我一丁点都不相信 李半仙说 阎王点名勾魂的鬼 在向阎王报到入册之前 是有许多可能性的 许多人本来已死 却在第二第三天 回魂复活 就是在阴间生了变故 魂被招了回去 我已经跟鬼差约定好了 他们自有办法 在阎王面前蒙混过关 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做 就有可能重回人间 重新做人 我心里扑通通直跳啊 不管我多么怀疑李半仙 死而复生的巨大诱惑 还是让我心里久久难以平静 活着多好啊 我又可以跟爸妈生活在一起 我爸爸虽然古板一点 还是非常爱我的 我妈就更别说了 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 对儿子一百个疼爱 还有我的女神张磊磊 我那么喜欢她 才跟她搭上话 就这么死掉了 多遗憾啊 只要有活的机会 我一定得试一试 李半仙说 不过在此之前 你需要做一件事 那就是拜我为师 我将我生平所学的 奇门术术 悉数传授给你 你带我活下去 继续在人世间 出魔未到 我现在一心想复活 只要能让我死而复撑 说句难听的 让我吃屎我都干的 更别说拜一个鬼做师父 我扑倒就拜 连磕了三个响头 大叫师父 李半仙被我哄得呵呵直笑 一点都不像凶声恶煞的 弄包鬼了 我心说 你老小子还好意思 让我替你出魔未到 当日在张磊磊 他们家所在的 明雅花园小区 你将一个汽车司机 活活的吸了魂泊 你自己就是恶鬼吗 装什么青春呢 李半仙说呀 他命里有定数 打入师门的时候 师父就为他补过一罐 说他下场极惨 死后会遭恶人蹂躏 永生不得超生 只能眼睁睁 让仇人逍遥一世 要想破这一定数 他只有找到天雷地火命格的奇人破解 穿一身衣钵给这个人 替他完成未完成的夙愿 便能重新进轮回投胎 李半仙为了早日破解命术 每日苦修 直到见到我爷爷 顿时眼前一亮 知道我爷爷不是俗人 便打算用麻衣道的奇术 为我爷爷算上一挂 这挂才排出来 李半仙眼睛就亮了 他在我爷爷的子孙宫里找到他的一线生机 我爷爷的子孙宫与李半仙的对挂有多处交叉 而且隐隐显示 我们杨家后人 一定会出一位天雷地火命格的奇人 只不过 补算之数再惊奇 也不能窥破天机 李半仙费尽心机 也不能算出 是我爷爷的哪一代子孙 会出这种奇特命格的人 他只有等 他一直等到死 也没等出天雷地火齐命的杨家子孙 而他的仇人 彼时已经嗅到李半仙跟我们杨家 非同凡响的关系 还盯上了我爷爷 为了保护杨家 李半仙只能忍痛 跟我爷爷划清界限 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到他死的那天 我爷爷都不知道李半仙出事 他还一直跟李半仙赌气呢 李半仙确定我身份的时候 就在吸取我魂魄的一瞬间 他突然犹如醍醐灌顶 整个人变得特别的清晰 浑身煞气都被震住 李半仙明白 他命中的天雷地火齐人出现了 那个人就是我杨小天 李半仙告诉我 七星连煞风水牢局的可怕之处 在于他不会消弭被震之人的煞气 只会让被震之人身上的煞气越来越严重 最后煞气攻心 鬼鬼 便会为煞气所驱使 只要一有机会脱离风水牢局 就是为恶一方的恶魔 不知这种风水局的人 明知这种局的恐怖之处 还故意为之 必定也是心怀不轨的此道恶人 李半仙告诉我 以后遇到施展七星连煞风水局的人 一定要当场斩杀 一方面是为他报仇 另一方面也是除魔未到 免叫这种人继续祸害无辜事 我一心只想让李半仙帮我复活 李半仙现在就是我的亲爷爷 他说什么我都答应 都不带半分犹豫的 李半仙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 只夸我如此可叫 我心里按摩呀 你他妈的啰啰嗦嗦一大堆 倒是赶紧上正事 我还等着回阳间呢 别等我尸体腐烂了 那黄花菜都凉了 到时候阴死回不去 阳间回不了 变成跟你李半仙一样的冤死鬼呀 我给李半仙磕了头 就正式的叫他师父 李半仙也管我叫徒儿 我对李半仙认定我是天雷地火 其命的说法 非常不屑 我这辈子其命没有 庆他妈虽命 整天除了被人欺负 简直想不出来活下去的理由 我这命也的确够齐的 不过不是奇特的齐 而是奇葩的齐 说了这些往事啊 李半仙说时间不多了 他必须现在就要传授绝学给我 在我离开阴间之前 他要把能教的都告诉我 免得回了阳间 没机会 各位听友 风水鬼师 作者冷残河 波音丸子 是在彻底下